我失业当天,应聘成为了一家鬼屋的美社 天性胆小的我入职后才知道 这里是全市最知名的鬼屋之一 叫林家古宅,里面的员工 货真价时,全是鬼 林妖 入职第一天,我被吓哭了 那天是周一 我顶替休婚假的NPC江小姐上班 被尖叫的客人当场吓哭 两人的哭喊一声比一声大 不知道谁更吓人 入职第二天,我被吓晕了 那天是周二,为了融入新团体 我和新同事们一一见面 在亲眼看见帮我倒水的前台姐姐 面不改色的把吊在地上的眼睛捡起来之后 我当场吓晕,入职第三天 沮丧满分的我遇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工作人员 也有可能是工作鬼员 周三,我在打样后 围着鬼屋做场景设计的灵感采集 做了足足一晚上的心理建设 却在一个友好的向我打招呼的人偶小姐姐 靠近时崩溃逃窜 而现在,逃到某个不知名房间的 我正十分丢脸的趴在一个工作人员的袖子上 请求她带我离开 虚黑的房间里 站在我面前的工作人员静静地看着我 尽管知道这鬼屋里大概率没有几个活人 但出现在我面前的黑衣青年实在太过正常 不禁让我产生了一丝丝不切实际的希望 她看起来很年轻,又高又瘦 戴着一个黑色口罩,更衬出肤色白皙 眉眼透着一种冷冽的英俊 表情格外冷淡 光论容貌,可以算是出类拔萃 可我已经无暇顾及她是否好看 我只知道,她没有缺胳膊少腿 脖子也没有扭180度 地上有影子 居然还有踩在地板上的脚 我本来以为下班以后自己一个人来工作 就不会害怕 结果进了鬼屋才知道 这里的大多数员工都是晚上在这里睡觉的 所以现在出现的这个男人也应该是员工 不好意思,我浑身发抖,声音很小 只能尽力说服自己,她绝对是活人 我是刚入职的员工,拜托您 能不能,能不能带我出去 她皱了皱眉,目光在我身上浅浅扫过 员工,嗯,我忙不迭点头 根据她的气势,揣度了一下 您,您是主管吗,我是新来的美社 我的声音越来越小 最后只能泪眼汪汪的看着黑衣青年 稀记她不要因为嫌弃自己的下属太废物而朝我犹豫 她没再说话,只是往前走去 我想跟上,又不敢轻举妄动,还在纠结 她却回过头,像是犹豫了一下 随后伸出手 这是什么意思 我小心翼地揣测了一下上司的意思 最后两只手指捏住了她的袖子 跟在她身后,一步一驱往前走 她顿了顿,倒是没提出什么意义 任由我像个幼儿园小朋友一样跟在她身后 我松了口气,安静地走在阴暗的鬼屋内 奇怪的是,一路走来 周边隐藏在黑暗里的同事们不见踪影 那些令我吓得魂飞魄散的气息也消失不见 干干净净 走过一间满是指人的屋子,我目不斜视 浑身发抖,就差念念有词恶灵退散 一张惨白的嘴角咧到眼睛的脸 却骤然出现在我面前 这是一个纸扎的男人 手里还握着把,扫着 这几天被吓得太惨 然而手还没落下 被我勾住袖子的青年却用手指吁吁捏住了我的手腕 面无表情地看着指扎人 指扎人,咦,范大人 您怎么在这啊 他用那张令人毛骨悚然的脸 做出了一个类似于谄媚的表情 我正在这大扫除呢,烟尘太刺鼻 都没发现您来了,小软 指扎人的目光落在我和青年交握的手上 顿时瞳孔地震 声声把自己的指脑袋折了起来 大人对不起,我什么都没看到 我表情茫然 啊,他在,说什么,大人,又是什么称呼 姓范的青年冷冷地N了一声 大概是想走 顿了顿,又提示了一句 对新同事有善一点 我很有善了呀 指扎人委屈了起来 我这不是每次 每次看见小软都摆出了最热情的微笑吗 原来他记得我 我看了一眼指扎人咧到眼角的嘴角 抿了抿唇,鼓起勇气 嗯,你,你好 昨天的员工见面会上 我见到了几百号人 名字肯定是不记得的 希望他不要怪罪 哎,哎,指扎人一种虽然你是关系户 但我不会举报你的目光 慈想地看了看我 放心吧,小软 我已经吩咐这群纸娃娃 在你上班的时候赏出来晃 他们不会故意吓你的 同事的善良令我有些无地自容 又惭愧,又自责 于是吸了吸鼻子 很努力地点头 谢老板也说了 他们都是好鬼 我怎么能怕他们呢 这么想着的我 再一回头 看到阴森可不的指扎人 对我挥手的那一刻 再次吓得魂飞魄散 只能死死抓住黑衣青年的手指 眼泪不自觉往下掉 男人的手指温度很低 我觉得冷 却不肯松开他的手 他大概察觉到了 右侧过头看了我一眼 下一刻 那冰凉的手指 居然逐渐温暖了起来 别怕 紧张万分的我 并未察觉一样 只是在看到鬼屋外的光亮的那一刻 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 呜呜,终于出来了 青年松开了我的手 我一边抹眼泪 一边对他千恩万谢 谢谢您 谢谢您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 如果没有您 我今晚可能都走不出来 他皱眉看了我一会儿 既然这么害怕 为什么还要进去 只有关门后 我才能不干扰到游客 我瑟缩着肩膀 声音轻弱 我以为 我以为里面可以开灯 员工都会回家 其实并没有 这鬼屋不仅没灯 而且员工都在屋子里睡觉 一想到这 我鼻子一酸 更难过了 哀求道 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求求您不要辞退我 青年刚想说话 我的身后 却慢悠悠地传来了一个 清朗悦耳的男生 哟 小范 你怎么还欺负我们员工呢 我被吓了一跳 下意识又往青年身后藏了藏 却不小心蹭到了他的袖子 袖到了他身上 一股很清冷的气息 有点像是竹子 又有点很淡的花香 是竹子开了花 我的脸煞时间就红了 脑子一片浆糊 再转过头 就看见一个 修眉俊木的 穿白色糖装的青年走了过来 他很年轻 还扎了个小辫子 大晚上的 却戴着一副墨镜 笑容懒洋洋的 同样令人赏心悦目 他正是这座鬼屋的主人 我的老板 他看见了我 目光闪烁 表情有些耐人寻味 瞥了眼黑衣青年 你带他出来的 青年捶了捶眼 嗯 不是早就下班了吗 谢老板怎么还在 我脑子一片空白 一转过头 条件反射就要认错 老板 本来表情细血的谢老板 顿时僵住 打住 小软 我没打算辞退你 我顿时羞愧难当 是我太软弱了 没有把握好 您给予的工作机会 行了 黑衣青年忽然打断了我们 直视着谢老板 谢七 什么说的是 谢老板比了个五 黑衣青年闭了闭眼睛 我知道了 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只能惶恐地站在原地 等着谢老板为我介绍 小软 这位呢 是我的朋友 小范 咱们邻家古宅的边外人员 以后你可能会 时不时见到他 我茫然地点头 小 小范 我要这么叫他吗 我悄悄看了看 这位如冰似血的小范 不敢问他全名 手指不安地搅在一起 最后还是很礼貌地 喊了一声 范老师 嗯 他没有抗拒这个称呼 只是垂眼看着我 你呢 我 他是在问我的名字吗 我应该回答吗 我下意识 把求助的目光 投向老板 谢老板 却只是笑咪咪地看着我 我于是低下头 声音很轻 我叫 阮县瑜 02 范老师看起来很忙 又说了两句 就转头离开了 我呆呆地看着他的背影 直到谢老板 意味深长地询问我 小软 需要我把他的联系方式 给你吗 我当晚却做了梦 一片躯黑的恐怖房间里 清冷俊美的青年 身姿鼻挺 回眸看我 漆黑的眼眸如星 忽而伸出了手 拉住了我的手腕 他喊我 软腺鱼 我一下就醒了 整个人烧成了一颗虾球 连上班的时候都魂不守舍 这个梦没什么的 谢老板也不过打去你 他问你的名字 也没有别的意思 我这么想 却完全没办法说服自己 我从小到大 从来都没有和异性深入接触过 这是我第一次梦见一个男人 而且 他在梦中牵我的手 我也没有抗拒 朦朦胧胧的感觉 脸颊温度升高了 甚至嗅到了一股熟悉的青竹香 于是我像只小狗一样贴了上去 甚至依恋地蹭了蹭他的袖子 上班时回忆起这一幕 我头晕目眩 羞愧到无地自容 心跳也在怦怦加速 怎么会这样 在上班的时候 我忍不住开小差 被身边的同事抓了现行 小软 前台姐姐喊我 小软 我回过神 有点慌乱 啊 前台姐姐叫梦芝 和另一个胆子很小的姐姐 经常换班 据他所说 他自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打工鬼 而在我看来 除了经常控制不好 自己掉落的眼睛以外 梦芝是个非常温柔可亲的大姐姐 你怎么一整天都魂不守舍的 梦芝点了点我的脸颊 听老板说 昨天范大人来巡查 是不是吓到你了 背下戳中心底的那个人 我抿了抿唇 竭力不表现出一样 没有啊 沉默几秒 我还是忍不住为他辩解到 我迷路了 是范老师把我带出来的 近距离 看向我的漆黑眼眸 落在我手腕上的温热触感 青年身上淡淡的清竹清香 一瞬间涌上的回忆令 我整个人都开始发热 脸颊发烧 最后 我还是诚实地点了点头 这样吗 梦芝停顿片刻 忽然扑斥一笑 很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 我早就该想到的 小卵师的好姑娘 我有些茫然 但梦芝很快又画了话题 你昨天看完了鬼屋的内景 有什么新的设计灵感吗 提起工作 我打起精神 拿出了一打设计图纸 嗯 我画了几张草图 这一天 我时不时往鬼屋外看 可是 一整天了 它还是没有出现 我有些沮丧 但想起谢老板说的编外人员 又觉得可以理解 范老师一定是去忙其他的事情了 接下来的一整周 我都没再见到范老师 我签的合同是双修制 但为了熟悉工作环境 不被炒鱿鱼 我这一周主动要求了加班 周六晚上下班的时候 还抱着一丝期望的我 彻底失望了 奄奄地和谢老板告别 他看上去想和我说什么 神色有点复杂 最后却只是再度弯弯弯唇 露出那个惯常的玩世不恭的笑容 让我早点休息 我点点头 停在电梯门口等电梯 叮咚一声 电梯门开了 我一抬眼 愣在原地 站在我面前的青年 身子挺拔 眉眼俊逸 戴着一个纯黑的口罩 勾勒出有些冷峻的轮廓 他抬眼看我 像是有些意外 随即又脸了神色 喊我的名字 软献鱼 和梦境中一模一样 他还记得我的名字 我呆呆地盯着他 直到他的眉梢扬了扬 一步一步走近我 青竹的清香 溢满了我的鼻尖 范老师 我声音很低 耳垂滚烫 不用看都知道 肯定红了 电梯门在他身后 梳耳关闭 我这才慢慢拍地后退一步 意识到自己挡了他的路 嗯 他应了一声 你要下去吗 我 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回答 手指全缩着 用上了在梦汁姐姐那里 得到的词汇 您是来巡查的吗 他看上去有一些困惑 低头看我 巡查 难道不是吗 我担心是自己说错了什么话 张了张嘴 还没想好该怎么补救 他却已经揉了揉眉心 算是吧 所以接下来我该说些什么呢 您这么晚还要工作呀 您来找些老板吗 好久没看见您了 好巧啊 我绞尽脑汁想了半天 都觉得这些干巴巴的句子 真的好蠢 他不会想理我的 我觉得很沮丧 不想离开 却找不到跟着他的理由 只能僵持在原地不动 直到他的目光越过了我 落在了我身后 泄漆 他皱了皱眉 我记得 一小时前 就应该到下班时间了 这可不能怪我 谢老板悠然的声音 从我身后传来 是小软自己要加班的 黑衣青年一愣 悬疾看向我 大概是从未见过 这样自愿加班的大冤种员工 但他好像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又看向谢老板 我进去看看 我在他的目光下 早已浑身发烫 只能预盖弥彰的低下头 除了想要尽快融入岗位 我其实也还想再见到他 被我替班的江小姐 在见到他的新婚丈夫时会脸红 孟芝姐姐看到偶像剧里 女主角每天都期待着见到男朋友 我在晚上还做了那样羞耻的梦 那天晚上 范老师把我从黑暗的房间里带出来 我因为过于害怕 没有太多反应 可当我发呆时 他伸手挡在我身前 让纸扎人对我有善点 和我说别怕的画面 一针一针的涌了上来 这算是一见钟情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真的很想再见到他 他说进去看看 是要再去巡查吗 这一次巡查之后 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充斥心脏 我抬起头 声线有一点颤抖 范老师 他被我叫住 嗯 我 我想再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只觉得自己笨嘴捉舌 您可以带我一起再看看吗 他这下是真的流露出了错愕的表情 连带着旁边的谢老板也顿了顿 是我提出了很过分的要求吗 我正茫然无措时 范老师却垂下了眼 今天太晚了 这是拒绝的意思吧 我的心脏刚跌落到了谷底 就听见他说道 下周一下班后 我可以过来 我被突如其来的反转 震得猝不及防 懵懂的望着他 谢老板忽然笑了一声 推了推鼻梁上的墨镜 很温和的对我说 那就这样说定了 下周让他带你熟悉工作环境 我如获至宝 忙不迭点点头 好 又抬起头 眼眸亮晶晶的对着黑衣青年笑 范老师 下周见 他静静的注视着我 七色的眼眸成名如新 有一种令人安定的情绪 下周见 03 第二周一大早 当我满怀期待和兴奋的 来到临家古宅 并自然的和梦芝打招呼时 他的表情却有些异样 像是看见了什么 不可能出现的景象 小软 嗯 我被盯得有些忐忑 梦芝姐姐 是我身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你 梦芝没说完的话 声声截住了 他垂下眼 随后对我语气轻快的说 没事 没事 就是难得看你这么高兴 所以有些惊讶呢 嗯 我重重的点头 上班好开心 能见到范老师 好开心 梦芝 梦芝大概是没见过我这样 能因为工作而愉快的奇葩 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了一下 我没有什么意气之常 唯一的爱好就是画画 但比起那些动辄能接商搞的画师 我微不足道 所以才会失业 最后来到这家鬼屋 虽然我的工作是美社 但我其实真的不知道 在这家鬼屋需要做什么工作 谢老板只是告诉我 古宅里的设计和场景需要有创新 NPC的服装和道具 也需要新的风格 所以才需要画师来设计 但我实在不是很厉害的设计师 只能懵懵懂懂的画一些草图 等着向谢老板汇报 我和梦芝是最先到鬼屋的 中途有一些在鬼屋里睡觉的员工 陆续醒来出来换装饰 看到我的纷纷瞳孔地震 小软 我稀里糊涂的回应 哎 为什么大家看上去都这么震惊 我今天是有哪里比较奇怪吗 在我的百思不得其解中 谢老板来了 他看见我之后也愣了愣 随后很快回过神来 来得真早啊 小软 老板早 我毕恭毕敬的向他打招呼 终于忍不住问道 为什么大家看见我都一副 很吃惊的样子呀 哦 谢老板摇了摇手上的折扇 吊耳郎当地笑 因为我在员工群里告诉他们 你今天要和老饭约会 我 我双眸睁大 几乎不敢相信我听到的 一阵惊人的热度 从我的耳根传上 直接染得我整张脸 都泛起了飞色 什么 什么约会 我身边的梦汁 发出了一阵惊天动地的咳嗽 仿佛是被枪到了 一边还在闲聊的其他员工 也是吊胳膊的吊胳膊 吊耳朵的吊耳朵 吸凉气的吸凉气 看上去要多吓人有多吓人 可我已经无暇顾及他们了 我只是拼命地摇头 想要辩解 不是 老饭平常很少来我们这 谢老板唇角挂着闲适的笑 不紧不慢地打断了我 这还是托你的福了 小阮 我就说小阮怎么会 一旁要给自己袖子染色的纸扎人 终于忍不住 把自己折笛的身躯立了起来 声音很年轻 软软嫩嫩的 像个女孩子 上周我睡前 正好看到范大人牵小卵的手了 爷爷也看见了 但他硬说要我忘掉这件事 哇哦 啊 原来如此 这是可以说的吗 有鬼胆战心惊地问 只扎人妹子柔柔弱弱 怎么不能呢 员工休息区顿时响起了 此起彼伏的惊叹声 我 不是这样啊 我奋力解释 情急之下忘记恐惧 都能直视几位同事的脸了 那是我迷路了 范老师带我出来 不是那样的 嗯嗯 大家纷纷理解地点头 我们懂 这不是根本没信吗 一整天我都被八卦眼神围绕着 幸好孟芝姐姐什么都没多说 而我也埋头工作着 有口难言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毕竟我自己 也确实是有一些不可言说的心思 总算熬到了下班 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孟芝 孟芝姐姐 你知道范老师叫什么吗 你不知道 孟芝看上去有些惊讶 随后又了然道 也对 你才认识范大人 嗯我有些局促 我上次忘记问了 那你还是自己问范大人吧 孟芝认真地说 我不敢说 哎 为什么不敢说 名字是禁忌吗 我有些茫然 孟芝则笑着摇了摇头 不是你想的那样 只是我们鬼与普通人不一样 名字是我们和人间最后的一道羁绊 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范大人这种身份 一旦称呼了他的名字 哪怕远隔万里 他也能听得到 我实在不敢在私底下讨论范大人 原来是这样 我又想 这家鬼屋全是鬼 老板却看起来很正常 老板姓谢 范老师还叫他谢七 每天都穿着一件白糖装 范老师姓范 一直一身黑 范大人 范大人这种身份 谢七范八 黑白无常 哪怕对地府不了解 我也知道 这两个在民间传说里 赫赫有名的人物 所以他是黑无常吗 电光石火间 我眼睛微微睁大 忍不住喃喃道 范无救 嗯 如同空谷回音 应着我的呼唤 面前忽然出现了一道熟悉的黑色身影 青年身姿清俊 眉如春山 核线分明 黑色口罩下的鼻梁鼻挺 一双寒星般的眼眸望向我 看上去有些困倦 谋色恋艳 怎么了 他就这样凭空出现在我面前 就好像一个不可言说的奇迹 砰砰 我愣愣地看着他 只觉得头晕目眩 心脏的跳动逐渐失控 我的嘴唇动了动 您 听到我喊您了吗 嗯 这一层的空调开得有点高 他利落地脱了身上的大衣 搭在了肌肉线条漂亮的小臂上 不必用竞称 嗯 我又紧张起来了 明明很高兴 嘴上却弱地问 为什么 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 地府也是社会主义制度 人人平等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一本正经地说 既然没有尊卑之分 当然不要用竞称 哇 原来地府的黑无常大人 爷 也会闪烁社会主义的光芒吗 好可爱 我就像个痴汉一样 抿着唇看他认真的侧脸 感觉心脏都快融化了 我的脚仿佛踩在云端 那股轻烈的轻竹气息 在这一刻都如棉花糖般甜蜜 最后只能轻声应下 好 嗯 他说 走吧 林家古宅这座鬼屋 占地面积很大 不只有林宅一个场景 据谢老板说 以后他们还要开辟出一条鬼街 甚至是一整个镇子 你好像还不怎么认识新同事 范无旧熟忍地推开第一道门 我已经和他们说了 我会在各个场景 帮你再介绍一次 只是一个晚上可能不够 他大概是觉得 连续几天让我加班不太妥当 看了我一眼 如果一天不够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 接下来的几天 我都可以见到他了 几个晚上都没有问题的 我甚至来不及多思考 立马接过话 我都行 谢谢范老师 好他好像有些意外 却不知为什么 大概是笑了 戴着口罩看不到表情 却有柔和而浅淡的笑意 从那双点气般的眼眸中映了出来 我瞬间心跳如雷鼓 把脸小心翼翼地藏进了衣领 想要遮掩染上飞色的脸颊 好喜欢他 好想多了解他一点 好想和他多待一会儿 林寺 侧门里透着一股奇怪的香气 淡淡的 却让人有点不舒服 这是一片小的屋子 烛火暗淡 雾气鸟鸟 屋内一块屏风 后面有一道隐隐绰绰的身影 屏风上还搭着一件什么东西 貌似是衣裳 我后之后觉得害怕了起来 离范武就更近了一些 哎 范大人 屏风后忽然传来一道女声 接着 整座屋子的香气和雾气都散了 在那道身影从屏风后出来之前 范武就忽然伸手 捂住了我的眼睛 别看 他顿了顿 解释道 这是画皮 你可能接受不了 哦 或是小软啊 刚刚还大大咧咧的女声 立刻拒紧了起来 抱歉 抱歉 我先把皮穿好再出来 我 那屏风上的原来是皮 我胡思乱想着 原本的恐惧 全都被其他的情绪替代了 范武就的手指很修长 落在我的眼睛上 微凉而柔软 黑暗本该令我恐惧 可在这样狭窄的空间里 他身上的气息扑面而来 令我将在原地一动不动 等画皮姐姐终于穿好皮的时候 我已经晕乎乎 不知道今夕何夕了 画皮姐姐长得很好看 面若桃花 身似浮柳 就是 鸟鸟挪挪走到我面前时 脸上的皮忽然滑落了一小截 我瞬间瞳孔地震 她毫无所觉 行了个礼 皮又滑落了一截 范大人 我这段时间遵纪手法 应该没犯什么错吧 范武就皱了皱眉 指了指自己的脸 你的皮 画皮 哎呀 刚刚还拼停妖娅的女人 瞬间就破功了 柳梅推荐的洗面奶 这也太滑了吧 怎么这就把我的皮落下来了 说完她又赶紧鼓刀起自己 道歉啊小软 这实在是 刚洗完澡 这脸太光滑了 皮容易往下掉 我忙不迭摇头 没关系 没关系 是我贸然打扰了 柳梅不是没有脸吗 范武就忽然开口了 她一脸都是头发 洗面奶应该是护发素吧 哇 糟糕 瞬间就有画面感了 画皮乐呵呵地说 没事 也差不多 我这不是听老板说 你们晚上要过来 这才特意洗个澡 我心想这么郑重吗 就看见画皮姐姐 恭恭敬敬地 双手捧上一个红包 我正茫然无措 画皮姐姐 却已经自然地开口了 听闻范大人和小软 即将洗劫连理 我刚发了工资 先一丝一丝 哈哈 小小心翼 我 她说什么 什么洗劫连理 谁和谁 洗劫连理 范武就得眉扬了起来 清冷的表情 变得有些微妙 垂眸看向我 语气里包含着些许疑惑 我和你 不是 我的脸颊 几乎顿时就红了起来 不敢看她 只能拼命摇头 她的心思被人一下戳破 欲哭无泪 尴尬到很想立刻消失 也许是看在我身上 问不出什么 范武就转过头 声音倒是很平静 你为什么这么说 画皮愣了愣 看看我 又看看范武就 大概也意识到 事情有点不对劲 试探性地更改了言辞 怎么 范大人和小软是打算 先谈两年 再提婚是吗 她看着手上的红包 露出了一丁点纠结 与不舍的表情 但立马又壮实断腕 搬递了过来 没事 婚礼时 我在随分子 这个就当是我为 小软提供的恋爱资金了 毕竟你也刚入职 应该没存款 我 不敢再看范武就的表情 也不敢抬脸 我就像只安纯 声音乐乐 画皮姐姐 你真的误会了 我和范老师没有谈恋爱 画皮看了眼我 又看了眼范武就 眨眨眼 再次露出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 那就是我误会了 但是没关系 小软你接着 就当是送你的入职红包了 我将在原地 没想好该收还是不该收 范武就却开口了 他给你 你就拿着吧 我这才乖乖听话 接下这个厚厚的红包 画皮姐姐热心的为我 介绍起屋内的装潢 和吓人的机关 并兴致勃勃的和我分享起 该怎么在合适的时候 脱下皮来下游客 奇怪的是 他这么说的时候 我却并不害怕 就好像走进了什么 科学揭秘频道 又或者是因为 今天有另一个人在 幸好 经过了画皮姐姐 接下来去的几个房间的主人 都没闹出这样的误会 除了看我和范老师的眼神 有些诡异 态度有些过分热情之外 他们都没再说 什么让我射死的话 也幸好 范武就并不是话多的性格 他替我打开一扇一扇的门 偶尔说两句 房间里鬼怪的习性 但渐渐的 我发现 他和我想象中有一点不一样 柳梅 洗面来给隔壁的木偶推荐一下 路过柳梅的房间时 他淡淡地说 他们最近有点秃顶 影响鬼屋员工面貌 柳梅 我 等我们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 没有 但他说话 好像自带一种冷幽默 诙谐又可爱 我望着他发呆 他却好像因为这句话 开始叫真 我很好笑吗 我连忙否认 没有 没有 范武就静静地凝视着我 半上垂眼扯了扯口罩 算了 做我们这行的是要亲民一点 好笑就好笑吧 他语气温和 比起无奈 更像是某种无声的妥协 我的脸顿时红了 无力思考他说话的内容 只是呆呆地看着他 心跳加速 耳边甚至传来列车的轰隆声 就仿佛是有什么呼啸而过 他本无意穿堂风 临近今天的参观结束 范武就忽然侧头看我 现在可以问了吗 我没反应过来 问什么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轰隆 是 是那天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明明只是谢老板的一句玩笑 可我自己做贼心虚 这种事情 我又该怎么告诉他呢 可没等我支支吾吾 说出什么东西 范武就就一开视线 面上了然 是谢七把 他面无表情 他嘴上没把门 说了什么 你也不要往心里去 我乐乐点头 出口处又是熟悉的一片黑暗 我刚紧张起来 范武就就伸出手 我会议 小心翼翼扯住他的袖子 依旧是熟悉的青竹和花香 让我莫名感到亲近 那些恐惧和惊慌 就仿佛羽毛轻飘飘地离开了我的身体 一处集散 终于出了鬼屋 我松开范武就的袖子 向他道谢 谢谢范老师 他侧头看我 不知道看见了什么 黑如点气的眼眸 溢出一点笑意 掌心拂过我头顶 摘下两片耳朵形状的纸屑 我茫然地看着那无风自动 还会自己摇来摇去地指耳朵 他们小小地 像兔子耳朵 在范武就的掌心里 忽然立了起来 随后变成两个小纸人 慌慌张张地手牵手跑了 范武就也没阻止 看着他们冲进鬼屋 摇了摇头 应该是他们的恶作剧 悄悄放在你头上的 刚刚太黑了没发现 随后他迟疑几秒 揉了揉我的头 用宽慰的语气淡淡地说 没关系 他们只是看你可爱 觉得像兔子 我的思绪 却已经在他手掌放上来的那一刻 彻底当机 胸腔里的心脏急速跳动着 吵起汹涌 却偏偏孤惧隐山红 零五 整整一周 范武就每晚都陪我逛鬼屋 我和鬼屋员工的关系 渐渐熟人起来 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害怕他们 只是被贴脸的时候 偶尔还是会被吓住 周五十分忙碌 我便自愿留下来加班 临近十二点 我在办公室收拾着自己的东西 跟我们一起拍张大合照呢 合照 我愣了愣 嗯 你也知道 我们兴致特殊 和江月那种生魂不一样 平常是没法长时间流影的 说到这 孟知话音一顿 观察了一眼我的表情 重新含糊起来 总之呢 老板说这张照片能永久保留 我安静几秒 才低声说 好 谢老板果真借来了一台怪模怪样的照相机 那照相机还是活的 有鼻子有眼 转来转去指挥鬼屋员工站好 声音像个小男孩 哎 你们别当着别人的脸了呀 那个指人 你这么贴摸我身上 像他的衣服 快下来 一群鬼屋员工 叽叽喳喳十分热闹 我却趁没人注意的时候 悄悄后退两步 来到了求生通道的楼梯间 一盏昏暗的黄灯挂在我的头顶 我抱着膝盖 静静坐在台阶上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熟悉的声线从我背后响起 我转过头 正背上范无舅的眼睛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本来就是笨嘴捉舌 不善于表达的人 此时也是如此 只能沉默以对 可范无舅 好像也不需要我的回答 他靠着我身侧坐了下来 不想拍照 面对他 我不想说谎 于是点了点头 没关系 他好像是在思考着自己的措辞 淡赏才到 我也不想拍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一想到拍照这件事 就仿佛有什么画面一闪而逝 让我心中生起浓浓的抗拒 我们就这么静静的坐着 没有多说一句话 可我那种浓重的 呼之欲出 全部梗在喉咙里的难过和欲气 就这么一缕一缕的散去了 门外的声音逐渐小了 软献于 范无舅忽然喊我的名字 侧头看我 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他说的这么认真 这么郑重 我也紧张了起来 您说 下周见面 不要忘记我 他凝视着我许久 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 或者说 明天不要忘记我 拜托了 小鱼 我愣在原地 我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可我的心脏 骤然抽了起来 疼痛感蔓延 我像被一汪深海溺毙 灯光下的影子 纠缠不休 只有他的 没有我的 我像是如初梦醒 我的 我的影子呢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注意过 我没有影子 为什么 但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耳边隐隐作痛 只剩下刺耳的白噪音 我捂住耳朵 压抑的喘息 清晰的瞧见 他眼中的情绪 夹杂着几分期望和恳求 复杂却难过 那是一种近似于不忍的难过 咚 不知从哪里响起的钟声 震碎了一层透明屏障 咚 他好像在我耳边震响 好像将我胸口积压的一切东西 都释放了出来 咚 我眼前一黑 便失去了知觉 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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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来的水声 我迷迷糊糊中想着 睁开眼睛 眼前的一切映入眼帘 那是我昏暗宅小的小房间 墙壁都泛黄 我抿了抿干渴的嘴唇 黄黄糊糊间想到 我今天好像失业了 失业 但是失什么业了 我想不太起来 就不再想了 因为失业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我早就知道 会有这么一天了 没有人会愿意和我扯上关系的 我游魂一般离开洗手间 来到了门外 我看见一旁紧闭的房门 和截网的门框 想不起这是什么房间 我看见空荡荡的桌子 总觉得这里应该放了什么 也许是相框 我被自己这种 异想天开的念头惹笑了 我从来不照相 我不喜欢照相 不是吗 我的房子里怎么会有相框 我看见墙角这些尖锐的地方 包了厚厚的软膜 但应该有些年岁了 这里以前住的是小孩吗 不记得了 都不记得了 好像都不重要了 离开这里吧 我对自己说 要不就离开这里吧 那么要去哪 不重要了 但一定得离开这里 一定得离开这里 一定得离开这里 好像有人在我耳边 执着地这样说 为什么 我有些茫然 却还是听话地打开了门 向门外黑漆漆的世界走去 但我还没踏出一步 脑海中忽然闪过了什么东西 一片绣角 那是谁的绣角 我停下步伐 缓慢地回忆着 可是不行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堵堵堵 风声里仿佛传来很微弱的敲门声 我偏过头仔细去听 鼻尖却忽然嗅到了很淡的味道 像是青竹 又像是花 或者说 像是竹子开了花 哈哈 小鱼快来看 咱家养的竹子开花了 很少有竹子能开花的 一定是我们小鱼带来的福气 开花 会哭 小鱼 你说话了 小鱼 把孩子放下来 你当心摔着它 仿佛一道惊雷 劈开脑海中混沌的云雾 我茫然地看着面前黑漆漆的世界 她在我的视野里一点一点亮了起来 那里的画面名利绚烂 仿佛是她主人一生中最美好的片段 那里面的主人只有三个 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 眉心有着很深的褶皱 却经常在咧嘴大笑 神采飞扬 一个美丽纤细的女人 看上去有些憔悴 只有在训斥男人的时候才会凶起来 其余时候都柔声柔气的 还有一个瘦瘦小小 到哪都抱着一个本子一只笔的女孩 她没有表情 没有动作 没有言语 就好像被像皮擦擦去一切情绪的木头人 这应该是一个家庭 是一个很奇怪的家庭 那对年轻的夫妻看上去是那么光彩夺目 她们幸福快乐 她们乐观向上 直到她们生下了一个从来不说话的女孩 孩子这种情况没办法了 送去特殊学校吧 自闭症会拖垮你们的 再生一个吧 你看她画的那些多恐怖 周围有人劝她们 可她们从来不听 她们只会抱着呆呆的小女孩 亲亲她 骄傲地对别人说 小鱼是我们的宝贝 小鱼是她们的宝贝 哪怕她生来患有自闭症 也许一辈子都没办法和她们正常交流 哪怕她总是把家里搞得一团糟 哪怕她画出一团一团无序的线条 黑的红色块让人看着 就觉得这孩子内心阴暗 但她们也只会笑着夸小女孩 有艺术天赋 画得真好 然后默默收拾家里的一片狼藉 年轻的夫妻牵着小小的女儿走遍全国 去了一家又一家的医院 得到相似或无奈的回复 直到男人的皱纹变多 女人的面容逐渐憔悴 她们住的地方也从漂亮的洋房 变成了简陋的平房 但依然还是处处都被包了软胶 因为怕女儿磕到碰到 只有一点没变过 那就是她们面对自己的女儿 从来不褪色的笑容 然后有一天 住在星星上的孩子同样望向了她们 自闭症儿童有时被称作 住在星星上的孩子 竹子开出了花 她第一次回应了她们 她们一家三口的笑容 被永远定格在了一张照片里 那是她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照片 因为女孩露出了一个微笑 很艰难 很生涩 甚至算不上好看 但在那对夫妻眼里 那是世界上最可爱 最美丽的微笑 后来她们的生活慢慢变好 奇迹般自愈的小女孩 在父母精心的呵护下 终于慢慢变得像一个普通的孩子 除了内向一些 文静一些 她可以照顾自己 可以上正常的学校 可以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 甚至在长大以后 找到了一份插画师的工作 可以自食其力 她是被爱浇惯长大的 所以她也在努力地回报爱 那些生动鲜活的画面 一针针流淌在我面前 我呆呆地看着 想伸手去触碰那对夫妻的脸 可我只是稍稍一碰 他们就碎在了我的指尖 就像握不住的流沙 我的眼睛有些模糊 我伸手去擦 发现脸上都是泪水 一滴一滴 顺着我脸颊往下落 我擦也擦不干净 反而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我张了张嘴 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画面 慢慢褪色 被风一吹 连那对夫妻的脸都不清晰了 一针画面传入眼帘 那是这段记忆中 唯一不鲜活的部分 是灰蒙蒙的一个雨天 我的眼睛忽然被一只手捂住了 伴随着的是 很轻很轻的一声叹息 别看了 她说 我努力睁大眼睛 不想再哭 可眼泪却沾湿了这人的指尖 她好像被我的泪水烫到了 手指微微蜷缩 却没有松开 可是范老师 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近乎哽咽着对她说 就算不看 我也记得 我记得那天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我怎么可能不记得 我记得那天是我的生日 我记得他们骑自行车 去为我买蛋糕 还有很贵很贵的那种定制话剧 我记得他们站在门口和我告别 微笑着说马上就回来 我记得我接到了警局和医院的电话 我记得招式车主的家属 痛哭流涕 跟我下跪说 那个喝酒的男人不是故意的 我记得我去认领一物 警员姐姐同情而不忍的目光 我记得我拿到了一个 被撞的稀巴烂的奶油蛋糕 几只画笔和一面已经变形的画板 我记得在现场的自行车歪倒在地上 塑料袋里的颜料散落在了马路上 五颜六色仿佛一幅鲜艳的彩绘 然后又被鲜血覆盖 就连他们的钱包里 那张属于我们三个人的合照 也被鲜写进尸 我用了很多办法 都无法还原 我捧着这些东西 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 我回到了家 我看到了桌上的合影 我看到了他们敞开的房门上 挂着一面日历 这一天的日期被画了的爱心 写着宝贝女儿的生日 我看到了冰箱上的便利贴 他们说牛奶在第一层 面包在第二层 小鱼要好好吃饭 我看到了窗户上的便利贴 他们说晚上风大 小鱼要记得关窗 我看到了刻度尺上的便利贴 他们说小鱼是不是又长高了 我看到了电视机柜上的便利贴 他们说小鱼要记得离远一点看 保护眼睛 我看到了墙壁上的便利贴 他们说小鱼大话家庭尽情创作 我吃了一口蛋糕 是我最喜欢的草莓蛋糕 但是好苦好难吃 后来我还是全吃完了 然后蹲在厕所挖挖大吐 我把房门开了又关 关了又开 吸气有人会忽然出现在我面前 可家里还是空荡荡的 我看向厨房的刀 我想走过去 却突然想起 他们对我说 小鱼要好好生活 我静静地看了一会儿 对自己说 小鱼你要好好生活 这是爸爸妈妈希望看到的 你要听他们的话 所以我洋装无事地过了很久 我把他们的房门关上 把合影收起来 把便利贴藏进抽屉 以为不去看不去 听不去想就能慢慢淡忘 但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有一天我对着电脑 终于一点东西都画不出来了 我向编辑提出了辞职 其实这一年我的状态越来越差 我早就不能干这行了 他痛快地答应了我 对不起 我轻声说 爸爸妈妈 小鱼撑不下去了 小鱼是个胆小鬼 没办法在没有你们的世界生存下去 我走进了洗手间 鲜血流出手腕 滴滴答答 可我一点疼痛也感觉不到 我只是默默祈祷 如果有下辈子 请上天赐一个健康的 开朗的 活泼的孩子给他们 请把我永生永世 所有的好运都赠予阮渊和周以林 让他们永远忘记阮献渝 幸福快乐 平安顺遂地度过每一生 只会拖累他们的软腺渔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我忽然想起了什么 捂着手腕 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 我不能死在这里 这是我们的家 我不想让这里染上晦气 我不想要任何人发现我 也不想被任何人记住 我要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静静地死去 我推开了门 我失去了意识 06 这是范无旧不知道第几次被叫住 范大人 那对夫妻眼巴巴地望向他 范大人 您能帮我们看看我们的女儿吗 我们 想知道她过得好不好 就一眼就行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功德都送给您 范无旧停下步伐 再次解释 地府中人 不可过多插手扬监视 顿了顿 他提醒道 你们执念过重 不愿投胎 也不是什么好事 夫妻便不说话了 范无旧在内心也叹了口气 这对夫妻一起来到地府 也有一段时间了 早已轮到他们投胎 他们却不肯 要是别的鬼魂 鬼叉才不管这种要求 一碗孟婆汤灌下去也就走了 但他们不同 来地府没多久 铁面无私的孟婆 孟婆不知怎么也默许了他们的行为 允他们在望川边柱下 每日勤勤恳恳地清理望川上的垃圾 有人问起 孟婆就淡淡地说 他们是我雇来的合同工 没错 清扫垃圾的合同工 有些鬼魂浑浑噩噩噩 过孟婆桥时身上的东西倾洒 全掉进了望川 好不容易被清洗得差不多的望川盒 又浑浊起来 那对夫妻就自发每日下盒捡垃圾 望川洗涤罪恶 孤魂野鬼处置 有罪者受无尽折磨 人间的种子会在这里失去活性 生命不可能存活在望川河边 女鬼则小心翼翼地问 范大人 您能帮我们看一眼吗 就一眼 这是第几次了 范无舅照例拒绝 但从不逊私王法的黑无常在那一天 不知为何戒约了一夜生死簿 第二天路过望川 他的眼睛上蒙了一层黑布 对他们说 他活着 你们不必担心 地府有归 哪怕是黑白无常 也不能戒约规则 亏探生死就要对此负责 只是不知为何 那姑娘的一切他都看不见 除了知道他还活着 他一无所知 那对夫妻对他千恩万谢 又愧疚万分 要把功德给他 他断然拒绝 再后来 他没忍住去问了孟婆 你给了他们什么酬劳 也没什么 孟婆还是淡淡的说 清扫望川本就是功德 我不过答应他们 把他们积攒下的功德 全都赠予他们的女儿而已 子女父母之间 若双方都不是大奸大恶之人 功德的确可以赠予 孟婆既然这么说 意思就是已经赠予成功 只是 为何生死不上没有显示 饭无就皱眉 不得而知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地府没有白天黑夜 那对夫妻依旧在清扫望川 依旧守着破不了土的竹米 每日坚持为女儿积攒功德 只是有一天 温柔流转的金光从天而降 如阳光 如朝霞 笼罩在了他们的掌心 那金光像一尾鱿鱼 一恋地蹭了蹭两人的掌心 随后又会入他们周身 鬼魂应该是没有眼泪的 鬼泪太珍贵 是世界上最干净的东西 他们的眼泪落入望川 黄黄问道 他是不是出事了 过奈何桥的鬼魂都看了过来 却只是摇头 因为他们从没见过这种景象 范无旧却知道 这是功德回转 自愿赠予的功德回转鬼魂 只有一种情况 被赠予者魂飞魄散 真正烟消云散 连来生都不配拥有的那种魂飞魄散 范无旧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那个姑娘会魂飞魄散 只要有人牵挂 她自然会受到地府牵引 哪怕死亡也会进入地府 除非是她自愿 除非她选择了自杀 抛下记忆就意味着抛下过往 没有过去的鬼也不会再有来生 该有多绝望 多难过 多自责 才会连自己都想忘记 或者说 什么样的人才会想没有来生 范无旧在那对夫妻身侧蹲了下来 我去把她带回来 他们愣愣地看着她 像是看见了最后的希望 散尽的鬼魂也有七七四十九天的回魂日 只要在死后四十九天这日找回自己的记忆 她就不会魂飞魄散 她问 她与你们之间 最深刻的回忆是什么 是竹子开花 她说 好 她摘下了口罩 锤眼对着土里的竹米说 开花 黑白无常的力量 一个藏在眼中 一个藏在口中 那一日 地府中多出了一片郁郁郁葱的竹林 他们争先恐后的开花 近乎淹没一袭黑衣的青年 染上了她一身的青竹气息 从来没有生命存活的望穿边 奇迹般淡遇了绿色 所有鬼魂都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可逆转天地刚常而行 当然要付出代价 范无旧失去了近乎全部的力量 成了半个普通人 也许在修行个几千几万年 都回不到从前的状态了 她不觉得什么值不值得的 谢彼安总说她脾气冷硬 又容不下一粒沙子 还爱多管闲事 以后必定会吃亏 但她本就是这样的人 行走阴阳两界 为冤屈亡魂寻路 如果她不是这样的人 又怎么会成为黑无常 如果谢妻不是那样 收容了大半无家可归鬼魂的谢彼安 又怎么会成为白无常 她离开的地府 正是踏上寻找那个姑娘的路 可有时候 世界上的机缘巧合就是这样多 她撞见了她 范无就不知道她的名字 生人的名字无法出现在地府 更何况那对夫妻入地府太久 记忆模糊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但她的状态太特殊了 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鬼 灵体近乎一散 前程往事都忘了大半 嗅到她气息时 她的灵魂都凝聚了一些 范无就几乎立刻就确定了这女孩的身份 黑无常身上煞气太足 凡有罪孽的鬼魂 只要碰上她一丁点 或者离得近一点 就会觉得烈火焚身 痛不欲生 但她捏住她的袖脚 半点反应也没有 干净的过分 胆小鬼 他们统称这种鬼魂叫胆小鬼 因为选择遗忘 放弃来生 胆小鬼的灵体会越来越淡 胆子也会因此变得越来越小 甚至受到一点点刺激 就会烟消云散 所以绝对不能采取 直接告诉她的办法 胆小鬼会一周又一周的循环记忆 始终走不出那七天 然后在第七周 也就是第49天 他们会彻底消散 所以她问谢七 她循环多久了 谢七比了个五 意思是 这是她的第五次循环 身为鬼魂 她无法抗拒邻家古宅的牵引 可邻家古宅的鬼魂们 用尽各种办法 也不能让她想起自己的身份 因此她总会在周一入职 然后在周五晚上忘记一切 下一个周一 她又会对这些认识了一次又一次的同事鞠躬 然后说 你们好 我是新来的小软 没有时间了 范无就沉默地看着面前的女孩 她问她叫什么名字 软献鱼 她带着望穿边的竹花 渴望唤醒她生的欲望 她清晰地看见女孩的眼神恍惚一顺 她说 下周见 范老师 范无就紧绷的肩膀微微一松 这是第一个变数 她答应过她的父母要带她回去 她从不食言 零七 我蹲在地上 气不成声 我终于想起来了 我什么都想起来了 那些痛苦的 幸福的 绝望的 美好的东西都再次烙印进了我的灵魂 我无法接受失去 所以选择了遗忘 阮献鱼真是太胆小 太胆小了 对不起 我哽咽着说 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 因为见到范无就 闻到她身上熟悉的味道 我脱离了循环 进入了第二周 所以鬼屋里的员工 才会那么惊讶 他们以为 我会一如既往的忘记一切 以为自己是刚入职的新员工 小鱼 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侧 有人蹲了下来 他很轻很轻地摸了我的头 你没有对不起谁 明明是温柔的安慰 他的语气却很生涩 像是很少这么说话 回去吧 范无就说 他们在等你 他们还没离开地府吗 他们在孟陀那里找了份工作 真的 嗯 很厉害的工作 除了他们 没谁做得好 我破涕微笑 他们一直很厉害 他也轻轻勾起嘴唇 你也很厉害 甘愿忘掉自己的人 最后却找到了自己 这是非常有勇气的一件事 所以 软献瑜 你也很厉害 08 我正式成为了 邻家古宅的一名美社 因为谢老板说 我刚刚回魂 灵体太脆弱了 还不能去地府 只能先在邻家古宅 搜集人间情绪 等强壮了再回去 正式入职那天 孟知姐姐和修完婚嫁的江月姐姐 我仔细观察了 她应该是全店唯一的伙人 精心为我策划了一次party 这一次我看见孟知姐姐掉落的眼珠 淡定地把她捡了起来 若无其事地还了回去 其实我本来就不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 那些被吓哭的日子 都仿佛成了一场梦 画皮姐姐的房间 是我第一个设计的 设计得非常成功 画皮姐姐喜欢极了 抱着我亲了好几口 我细心地帮她把掉落的脸安了回去 也抿嘴笑了 店里其他人羡慕嫉妒地问我 怎么偏心画皮 我不好意思说原因 画皮姐姐却插着腰 骄傲万分地说 当初小阮和范大人谈恋爱 我是第一个包红包的 周遭煞时一静 我被呛得满脸通红 我和范老师真的没有谈恋爱 其余鬼魂纷纷会心一笑 露出懂得都懂得表情 我入职一个月后 谢老板又借来了那台会说话的照相机 所有人都把我往最中心的位置推 我还没站定 目光下意识地扫了一圈 找老范呢 谢老板捧着茶杯忽然出现 笑眯眯地问道 哇 我已经很久没见范老师了 他也很少再回邻家古宅 就算回来了 也总是和我错过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觉得他在避着我 可是为什么呢 我想不通 甚至有些沮丧 我刚想问谢老板 今天范老师会不会来 就看见谢老板的身后 出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范无舅依旧是那身黑衣 手上拎着一个竹子做的小风铃 你爸妈带给你的 他目若寒心 嗓音淡淡 从我回魂那天起 范老师就经常托人 帮我从地府带东西回来 但这是第一次 他亲手交给我 我欣喜地接过 仰头对他笑 谢谢范老师 他却好像愣了一下 随后点点头 转身要走 下一秒 我拉住他的袖脚 范老师 可以和你一起拍张照吗 尽管被很多鬼屋员工看着 尽管谢老板杨梅对我调侃一笑 尽管旁边的小纸人们 都被大纸人不约而同捂住眼睛 我还是按照着忐忑的心情 声音颤抖着问道 我的胆大从来不针对这方面 因此我可以确信 我脸红了 而范武就微微侧过头 沉默几秒 哇 这次合影 范大人也在呀 照相机拍照的时候 还在惊呼 就说嘛 您可是地府出了名的大帅哥 怎么就是不爱拍照呢 看镜头 看镜头 范大人 别看您身边的小姑娘呀 不知道是谁笑了一声 随后 大家都哄笑了起来 我耳朵通红 不敢确信他 是不是真的在看我 可在照相机喊三二一的时候 我确信自己对着镜头 露出了一个非常灿烂的笑容 拍照结束 我小声问 范老师 为什么你身上会有竹子开花的味道 第一次见面 就是因为这个味道 我才会对他产生那样眷念的感觉 他好像正住了 反倒是在我们旁边的谢老板 懒洋洋的说 当然是因为老范 为你种了一整片竹林 范武就皱眉制止了他的话 戏漆 行 我不说 我不说 谢老板扬眉 转身就走 反正等小软去了地府 也会知道这件事 谁又不知道呢 范武就 我听不懂 越发困惑 范武就看向眼巴巴的我 叹口气 这些都是机缘巧合 但竹林是你父母为你种的 我只是沾了味道 既然都是巧合 今天的事 他好像有些犹豫 垂眼说道 你不用觉得困扰 我以后会少出现在这里 时间久了 他们就不会调侃你了 我思考片刻 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觉得 我对他的喜欢是源于味道的巧合 为了不让我被误会 决定和我保持距离 这段时间的疏远都有了理由 你怎么会知道我 范武就好像又很轻很轻的叹了口气 他说 软献鱼 名字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特殊的存在 所以你在心里喊我的美一声 我都听得到 时间仿佛陷入静止 我的胆大从来和这方面无关 掌心的风铃在微微发烫 仿佛爸妈在和我说 小鱼 勇敢一点 再勇敢一点 所以我用尽全身力气 才鼓起勇气 那范老师 我恢复记忆后 在心里喊你的美一声 你都听到了吗 比如现在 我再说 我喜欢你 他错愕地看向我 几秒后 他转过脸 却对我伸出了手 就像那天一样 我牵住他的袖子 小心翼翼地勾上他的一根手指 所以现在能告诉我了吗 为什么谢老板那么说 好 还有 范老师 我以后也能像我爸爸妈妈那样 在地府找到工作吗 能 真的 我听谢老板说 爸爸妈妈是走了孟婆的关系 孟婆喜欢什么呢 我要怎么做 才能让她也同意我工作呢 你不用 为什么 你可以走我的关系 月色皎洁 落在娇窝的双手上 叮叮 风铃在袖中摇曳 如同欣慰的笑声 全文完